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招谈说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 分享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云层文化的新书 作者是谢世渊 书名叫做做南朝海 谢世渊告诉我们 这本书之所以叫做做南朝海 是因为他生活在台南 谢世渊目前是 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 他曾经担任过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 在体育运动物质 业气食物构成的世界当中 这是他一面享受人生 同时他用来观察跟分析的对象 因为生活在台南 所以叫做做南 这是站在台南的土地上 然后呢 品尝跟书写生活的日常滋味 这本书他花了七年的时间 在这个七年当中 他有超过五十趟以上的 金门 马祖和澎湖的旅程 累积了许多这几个外岛的风土和人文味觉的体验 所以叫做朝海 所以一方面是坐南 一方面是朝海 我们可以用他在书里面的一篇文章 来代表他对于坐南这件事情的特殊的体会 那就是讲到了台南的菜种 他说许多外来的朋友 以为台南的菜掌是包裹塑料 但是呢 把叉子剖开 才发现菜种 其实呢 里面只有花生 并且是以月桃叶 而不是竹叶作为种叶 这个菜掌的出现 我看到不是什么金雕戏作之后的首路铺陈 在外食便当还不是太普遍的时代 提供不少出外工作者的方便 这应该就是菜掌得以日常化的重要理由 所以这种菜种呢 惯常是以上午早餐提供为主 补足工作之前必要的体力 以前十斤九一位卖菜种的老板 是空袭时候被炸断一只手的人 他以一颗菜种 足有一台金种作为号召 并且以一般的价格出售 来吸引大批的顾客 那要讲这样的食物 非常明显的 不可能用单纯的美食的角度 美食的角度很难选菜种 以菜种作为主题 那这篇文章 谢氏医院怎么写呢 他就写到了叶老 叶老是叶石涛先生 所以他就讲说 叶老讲到一文钱 可以买两个菜种 所以呢 菜掌很重要的 那就是晾竹价廉 这是主要的特色 现在大家如果要去吃圆环顶的菜种 你还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晾竹 然后接下来他为我们介绍 位于台南沙桃工前 正价菜种 早期顾客是以西门路对面的 大菜企的客人为主 而著名的海龙肉种 老板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保安工帮忙卖菜掌 当完日本兵从菲律宾回台之后 就在府城传动市场 水间工卖巴掌和菜掌 这些老字号 起家的生意都和市场有关 想是提供来往的店家和客人 保时一顿之用 一颗好吃的菜掌 要怎么做呢 大概如沙桃工菜掌的正信电动说 糯米来自西螺 完全不混杂其他米种 或者是新旧混合 泡碎半个小时之后 包入粽子煮 大概六到七个小时 这样吃起来又嚼劲 又不会黏腻 也容易消化 粽子是用月桃叶包裹的 具有健脾暖胃 不容易胀气的作用 更有一股特殊的月桃叶的香气 粽子上面满满都是偷倒淋 然后淋上香油 酱油糕 再配上香菜 非常好的卖相 可以令人失指大动 那郑家的菜掌 是坚持不傻花生粉当配料 只用香油提味 他说 花生粉容易掩盖粽子的原味 所以不适合 偷倒淋 要选用软人 而且呢 喷煮之前 要先泡水 一直到粉色的外膜脱落 要不然会影响口感 更会把粽子染成浅红色的破坏美观 那曾经说出 台南是一个适合人 做梦 干活 恋爱 结婚 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的夜市到夜老 他是台南菜中最佳的代言人 夜老写过一篇就叫做吃菜掌 鲜活写出台南人安顿于美好食物的愜意生活 夜老说 我家附近既然是闹区 买菜掌的摊子特别多 我每天换一架吃 终于发现了最好的菜掌 是离我家最远的下大道庙前的一个摊子 为什么好吃呢 不外乎特别大客 花生多 糯米和花生米真的粘软恰到好处 有入口即化的感觉 再搭配一碗鲜美如鱼汤的味噌汤 一顿早餐的花费只不过是15块钱而已 夜老自从发现了这间店之后 常常在深夜里 会慢慢一个人走啊走啊走到这里 来吃一颗粽子和一碗热汤 才有了过完一天的感觉 一天的满足以菜粽作为标记 夜老爱吃的那颗菜粽 的确让人心向往吃 不过关于吃菜粽 事实员特别说 我最喜欢两粒菜粽三尾师母鱼 这篇文章应该要列为 台南人必读才对 故事是说 叶石桃应母亲的托付 在物资受到严格管制的时代 到海边的亲友家 要集围拜拜勇的师母鱼 这的行为在物资配给的时局 算是黑市交易 当时担任老师的叶老 冒着被安上非国民 非国民罪名的风险 小心翼翼的完成任务 亲友就已经备好了师母鱼 然后跟叶老说 我带你去吃一样好东西 饿了吧 没想到从石处里 拿出来的就是菜掌 叶老写着 这两三年来 粽子在市面上掘机 连过端午节都很难吃得到 看到粽子 我两眼发亮 口水不断的流出来 就会说这是哪里来的 亲友告知 这是邻居做的 昨天用两只大红蟋 去换来的 特地留下来 哎 蔡仲不是一文钱两颗吗 可是在那个时代 战争物质缺乏的时候 竟然蔡仲如此的难得 最重要的 一老就说 上面还有好多花生 再撒了一些香菜 浇了酱油 然后呢 亲友就把菜种推给我 我闻到一股糯米跟花生 特有的香气 鸡肠碌碌 也忘了应该谢谢阿玉 才动筷子 一下就吃光了 那美妙的滋味 是口腔生香 我意犹未尽 眼巴巴的望着 空蝶子发呆 这是五十年后期的回忆 叶老想起那天 吃到这两颗菜种的美味 一直留在衰老吞舌的记忆里 那么样的鲜明 有的时候满桌 山珍还未当欠 也觉得比不上 那未淡简朴的两地菜种 菜长对台南人不朽的存在 应当如叶老所说的 原来在战争末期 最危机的时候 就连台南人都菜点 失去了菜掌 这就是谢石英 他写台南有情有味的 特殊的笔法 另外关于台南 大家可能有 作为外地人 去观光旅行 深刻的印象 那是2014年 重新开幕的 林百货 召唤了日志时期的 西石风华 让台南在赴城格局之外 更添昭和风的 古典流行味 成为旅客 召唤台南的 口袋经典之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谢石元如何写 林百货 林百货开幕于1932年 为台南第一家的百货公司 因为楼高五层 所以俗称叫做 狗站牢 落层的时候 是台南第一高楼 林百货配备了一部电梯 让顾客可以穿梭在 不同的楼层 但重点 他要告诉我们的是 他曾经访谈过 日志时期 林百货的店员 石允忠先生 他回忆起那段 在林百货工作的时光 眼里面带着金亮 本来应该是成就的记忆 变得鲜明而清楚 他就说 林百货跟林静的 小出百货的竞争 触发了商货热潮 令被称为银座 莫广钉这一代 反胜至极 石允忠谈起了员工日常 格外令人向往 尤其谈了在五楼食堂的用餐经验 那个时候 他在百货食堂搭货 吃过饭团 寿司 欧热 咖喱饭 乌龙面等料理 石允忠一定很怀念 林百货的饮食生活 因为这些食堂的日常食 对于当时许多台湾人而言 价格并不日常 他说那一天 石允忠口中谈到的林百货食物 听来相当可口 令人神望 但那时只觉得 此位已难寻 徒留遗憾 没想到几年之后 我竟然在西门路上的 原沙桃宫前 炭烤海鲜摊 找到了林百货的味道 炭烤海鲜摊 有一对兄妹 在战后初期开业 摆设在沙桃宫前的路边摊生意 兄妹分别专进于日式跟台式 因此或常吃的食物当中 炒乌龙面 蛋包饭 豆皮寿司 炸猪排 橡油猪肝 虾碗 再加上一碗偶蕃 便可以知道以上的首路 包括了日本料理 和式洋食 还有台菜 炸猪排 他们称之为 东卡子 这是和风洋食 炸虾碗 改良至台菜八板碗 橡油猪肝 这是用麻油根 糖醋味为主 这是妹妹的首路 他就说 我在某一天 和已经超过八十岁的前代女老板聊天 才知道他就是当初的创业者 而熟悉日志和时和阳时的哥哥 原来就是在林百货当学徒 他在海鲜摊做的食物 是来自于林百货食堂的手艺 就在这极其偶然的奇迹当中 找到了林百货食堂的余味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会后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刘克湘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坦书 谢时渊的坐南朝海 副标题叫做《岛屿回味集》 由云城文化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新书 所谓坐南指的是台南 谢时渊写台南 尤其是写台南跟味觉相关的事物 有他特殊的选择 特殊的写法 例如说在书里面有一篇标题叫做《风土的绅士》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台南郁景的芒果 他说春天之后 芒果渐渐被围热天气催手 从屏东 建而北上台南 芒果陆续收成 揭开了为期半年的产季 果肉肥瘦 裂带紧实 散发热带香气的芒果 是专属于南国夏天的丰饶滋味 如同台南鼎鼎大名的 粒粒冰果式的芒果冰 是以爱文芒果为主 再加上几片带有酸镜的芒果青 熟闷和青色的滋味都在其中 粒粒附近 那由台南市美术馆 据传过去的林子里 聚集了很多罗汉咖 会不会罗汉咖爱吃芒果 不可靠 但是在清代台南城内 有酸鸦林的地名 这个酸鸦 这个水果 能够实必契合于地 当月极深 在当时人的眼中 存在感应该很强 芒果的绅士众所纷纭 清朝的时候文献多称 翻线 应该是来自于南亚和东南亚一带 清岭初期 玉永和来到台湾 初见芒果 没有办法辨明这颗 不是哀里不是渣 摔向滋味似甜话的水果 只能够用不是或者似像什么 来描述 排列出这颗抑郁之果 在玉永和水果变色戏谱当中的位置 这颗在帝国新土长成的芒果 如同台湾的所有 都要成为皇帝麾下的一切 芒果在1719年得到了静静的机会 当时的明镇总督 绝露满宝 这是个满人 另外福建巡抚 吕游龙 这是汉人 他们像是在护震表现一样 1719年的春天 就分别进行了许多台湾的物产 给康熙皇帝 其中有芒果树珠 还有切条晒干的芒果干 有用蜜跟盐腌制过的芒果 分别装了小瓶 给康熙看到的芒果 吃了没 不知道 康熙的回应是 知道了 帆县从来未见 故要看看 今已懒过 乃无用之物 再不必尽 其实连绝露满宝 献上几只台湾犬 也被康熙说 不及经理好狗 台湾芒果跟台湾的土狗 虽然被皇帝退货了 但是翻线深大树上 形如茄子 下肢死熟 台人甚真实 台人珍惜 那是因为好吃 续修台湾辅斥 搜集了不同的资料 像是芒果饮食入门一般 先说 切片以淡 干如浙浆 在细分 馅有三种 芒果有三种 香芒果 木芒果 肉芒果 香芒果 差大味香 不可多得 木芒果 肉芒果 塞干用糖 半蒸 一颗酒肠 台人多以新鲜芒果 代替蔬菜 用豆油 或者是盐 同时 不但先吃 而且还可以 切片烟酒更美 名为蓬莱酱 清代人应该没有吃过芒果冰 但其余的可能都试过了 一封油存 如同现今 番茄蘸酱油 西瓜蘸盐霸 清代的时候 芒果可以跟酱油跟盐同时 用咸味彰显甜味 简单的道理 却是不败的策略 可鲜实 可腌制的芒果 就得到了 果之美者 芒果为罪的成语 芒果 不便存于日常 台湾地名 也常有 双鸭K 之类的名称 秋方家 也称 翻线化开 又一年 芒果成为 日常地景 是 爆食 爆季节的 水果 因此 也成为 人文醒出 台湾风土的资料 唐战滚 在台阳见完楼说 芒果 大者荷豹 叶浓 花旦 高树多阴 诗如 猪腰 站在 谢本亮 写 韩世前后春景的时候 又有了 献花如雪 四金云 小院 硬龙 绿不除的意境 另外 林启东 有 献元 风青 写 花落献亭 柳福墙 献林 山影 易斜阳 献林 献花 也就是 芒果树林 芒果花 被放入到了 汉湿的意境 成为识别 岛屿风土的 一部分 任何一个 外来的人 踏上这块土地 感受 南方体验热带 想必都无法拒绝 芒果 及时到了战后 在 郡村当中 曾经访问过 一个老子 他是 江苏 严城人 一口芒果 吃下肚 才决绝感受到 这片和他原来来自的故乡 全然不同的土地 他的体会应该和清代的文人相同 但吃的却可能不是同一颗芒果 我们现在吃的芒果都有杨敏 或者称为 那是因为二十世纪以来 从南洋 从美国 又有新品种的移入 或者持续改良 这些称为 爱文肯特海顿的芒果 经过半世纪之后 适应了岛国风光 成为台湾芒果的代理词 他说 我读过刘克香 王宣一等人 关于书写芒果的作品 情节大多牵连着 土地与生活 异乡之国 有了台湾身份 成为牵涉认同的 记忆之味 而经 品种改良 地球暖化 职人记忆 都能够改变 我们对于 风土滋味的体验 岛国风土的诠释 也不全然是 另外一场 东方主义的套路 不用只在 他者之国的议题上打转 仅有生活脉络的 追索跟建构 推敲时间和空间脉络的关系 一颗芒果 足以让人产生 对特定地方跟人群的 认同和归属 谢氏研究所 如同我的夏日时间刻度 经常可以依靠 荣兴冰果店的 芒果冰来辨试 那碗冰 四月是乘着艾文和土芒果 剩下加了凯特乌香 初秋则是九月芒果九月线上市 风土芒果 应时而生 它是让我们体会和自然相处的机会 也是学习成为台南人的练习 不是安文 不是凯特 自谓是土芒果 内克芒果 是海顿芒果 他说 我非如玉永和的异乡课 而是首知芒果风土的新台湾人 所以书名叫做坐南朝海 坐南就是稳坐在台南的风土上 那另外朝海 朝海就牵涉到他在海岛 他在外岛的经验 其中一段外岛的经验 是在澎湖喝咖啡 他说 有一次工作结束了之后 我去了据说是澎湖第一间咖啡厅 开业六十年以上的巴黎园 门关上阻隔了风的声音 顿时安静起来 挑了靠床的位置坐下 店里只有我一个人 树里的干净清爽 画了点淡妆的老板娘 令我点了一杯蓝衫 然后就坐下来跟我聊天 眼前这位已经超过70岁的老板娘 1969年就在店里面煮咖啡 时间晃眼一过 就是半世纪 原本巴黎园是因为 823炮战前后 因应驻澎湖美军的需求而开设的 原本的杏质如同冰果市 卖果汁减餐 后来也卖咖啡 那个时候澎湖没有咖啡 因此拜托美军代购咖啡历 用电壶冲煮 一次煮二三十杯 后来的货源依靠每个月定期到的船员来购买 老板娘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高雄工作过几年 大都市即使吸引人 还是没有故乡好 所以后来就嫁给了来自澎湖西域的 他的丈夫帮忙经营巴黎园 巴黎园 巴黎园就是巴黎 巴黎的意思 是一处住在澎湖的陆海空三军 休假最好的去处 经常门庭若是一位男球 但阿兵哥一坐 往往就坐了大半天 谢氏员就说 我在澎湖的朋友 服役时也常来这里 坐着就开始画画 后来就变成了老板娘的侄女婿 店里面放着两台盘带式的唱机 被插得一层不染 唱机一次可以播放一个小时的音乐 免具必须经常更换唱片的时间 可以想象 这一间原本可以坐上七八十人的店 过去的忙碌观景 三年前巴黎园再次装修 全店这个时候只留下了十二个位置 三年来老板娘把减餐省略了 连三明治也不卖了 说是跟咖啡味道不合 其实卖了半世纪的味道 哪会不搭配 实在是因为年纪渐长 想要让自己过另一种生活 又熬不过老客人的请求 所以就维持简单的方式做生意 谢氏员回向记录 老板娘跟我聊天的时候 时而跟窗外路过的人打招呼 窗内外的人都是看着彼此 渐渐变老的朋友 老板娘说起话来 和缓又调理 平静待过半世纪的岁月 有着非常吸引人的口气 就如同她所提供的那一杯蓝山 一口干苦冷暖之汁 但弥漫的微微香气 却久久缭绕不散 只要老板娘还煮着咖啡 巴黎园 一定还是能够在 吹着大风的澎湖 给人舒缓和安定的所在 这是潮海的部分 谢氏员所记录的 澎湖 巴黎园 这本书 书名是 作男 潮海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 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